另外在重阳节前后 淡水国民运动中心特别结合了曲工所 卫生所以及红树林有线电视 联合举办敬老家年华活动 鼓励亚健康的长者走出户外预防失智 健康结合公益出席的明代都给予高度肯定 参加勒林派对的长者们听到音乐声强起 各个扭腰摆臀活力四射 精湛表演绝对不会输给热武社的年轻人 淡水国民运动中心表示 每年在重阳节前后特地结合曲工所 卫生所及红树林有线电视台 联合举办敬老家年华活动 希望鼓励亚健康的长者走出户外 预防失智 犹豫身体健康 在重阳节前后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邀请我们的所有的长辈学员来参加 那我们跟其他的人不太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都是一些比较亚健康的长辈 大家都是非常有活力的 所以我们每次在运动的时候都是以站姿为主 我们的平均年龄其实大概70岁左右 可是最年轻的有从大概55岁到最年长的87岁都有 每个长者可以到这边来活动 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整个社会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年我80岁了 人家都说我不像 18岁而已 来参加AOA大家都很健康 这边接着很多朋友 那我们也有运动 生活很正常 特殊人员更是一个好的去数 台湾已进入高龄化社会 照顾长者健康分秒都不能等待 因此对运动中心 他能够透过我们这些社团举办的这些活动 那同时呢 也能够减少老化的现象 以及增进他们的身心灵健康 所有的银法组长辈们 大家都是活到老学到老 而且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老字这个字 所以感谢淡水国民运动中心 以及我们在地的红树林有线电视台 都能够共同的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长辈都可以走出来 用他们的热情跟表演让所有人都看到 要活就要动 所以你看现场长者多么的 非常的就是自在 而且非常的有活力 让我们的长者呢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是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快乐时光 要活就要动 尤其对亚健康族群的长辈们更加重要 主办单位透过这项热林派对的节目表演 现场民意代表也跟着手足到齐来 开心陪伴长者一起欢度佳节 场面气氛温馨又欢乐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